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劉律師是很久的朋友 所以我們主要是我本來就是新住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那這次在談欣宜的在台灣 在台北市的一些相關的他們的 目前碰到的問題 那我想蔡政書基金會差歷史那麼久 而且在台北市做了 應該說在全台灣都做了非常多 照顧欣宜他們的兒童 尤其是兒童的幫助 我覺得這個部分一直是我很景仰 所以特別來看看劉律師 然後跟他們了解一下 現在新住民他們對台北市的建議 你怎麼看 因為郵政書剛剛說 他從來沒有提過高雄安放黃山山 蔣萬安早上也說 他說隊長比氣保持特國的事情 你怎麼看他的問題 所以前幾天的新聞都是一場誤會 所以我覺得講得很清楚的人 敢說又不敢不責 那如果大家還是允許這樣赤裸裸的政治分章 那現在又要改口 我想問過蔣萬安先生很多次 你到底從不同意這樣的政治分章 看起來他是用平常性來看這些分章 怎麼看就是昨天柯市長說他的個人特質太強 支持度很難轉移給你 然後很多事還是要你自己走一趟這樣 因為現在外界大家在想說 是不是有點像柯文哲要來放棄台北市政策 柯市長非常努力的在做各種的 他的政績就是最好的候選 我覺得大家不用每次都用間諷擦身吧 我們大家都候選人本來就是我 我本來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變成每一天都用這種政治的方式去做一些分化 我覺得沒有必要 台北市民是很有智慧的 對 市長也評估說 今年您最大活力的狀態可能是投票率 因為他估計有六成五 尤其你的最大的族群是中間選票 投票率會偏低 那你有沒有想過怎麼樣來普通這種投票率增加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今年是有一個18歲公民權的投票 所以當然抽投票率 也是我們希望年輕朋友能夠 主要是能夠 大家都要出來投票 不是只有特定的族群 我們希望 選舉本來就是希望能夠爭取最多的人支持 那當然 關心台灣的未來 我相信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出來投票 所以 投票率本來就是大家希望能夠爭取吧 怎麼看現在就是 陳時中他們的陣營今天有質疑 就是北捷的董事長李文忠 他沒有交通的專業 但是跟客市府友好 所以他可以進去 然後他們就問您說 您之後會怎麼來處理市府內的柯友友 還有說您認不認同柯文哲跟財團之間的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先去查一下 國營事業裡面有多少的董監事 是民進黨黨籍的 也就是說 個別有各 相關的董監事 這都是經過相關的專業 那李文忠董事長 進到捷運公司已經三年了 然後他們說什麼 虧損56億 各位 這56億的虧損是這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運量下降 而且我們全部的減租 那是 他們的意思是說 不希望 協運公司減租 是希望他調票價 如果他們是希望調票價 就大聲的說出來 我不要去怪罪這個董事長 董事長有做什麼錯的事情 請他們拿出來具體的舉證去提告 我不要用這樣移設的方式 好險 因為T台民調顯示 民進黨的民調是電子 換協議認為是內科交通問題 那陳中昨天也發 陳中前也發裡面 談到內科交通 會不會覺得在針對你 然後陳柯雄也有說 您跟陳時中的校園同學 您很奇怪 我想T台的民調 大家去看它的數字裡面 有非常多比較奇怪的地方 我們認為說 這是策略型的民調看看就好 當然內湖的交通都有反中長期的措施 所以不用特別去穿著互惠 那每一個人每天都有很多的評論 我沒有辦法一一的回應 我們還是訴求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偉大的市民 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斷力 市民的智慧 不要再被政治人物所操控 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的主人 那如果他們的選情這麼樂觀 不用每天針對這件事情說三道四吧 然後加上就是因為陳時中他們這裡講說 柯文哲他其實是跟中國的關係很友好 不知道黃布這邊如果之後上任的話 會不會也是延續這樣子的關係 還是您會就是有一個 柯文哲的關係跟中國的關係 應該沒有國民黨來的友好吧 應該去問國民黨吧 陳時中昨天有投影片 他是特別找了一些對疫苗過敏的民眾 來幫他的這個包端背出 而且這些過敏酒還很適合說 是他們害群的黑毛 我覺得這就是 那他有沒有找一些高端要打七七的人來背出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點 當時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大家搶疫苗的時候 那陳時中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想問一下喔 說高宏安的那個助理啊 李中庭他也是就是領了公費 公費助理的薪水 然後回捐給民眾黨六十萬 他被說是黨戶通過那一 民眾黨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他們可能有黨內的作業 但是如果他的確是有提供所謂 助理的工作有實質的服務 那他也有捐款的權利啊 那就是高宏安他就已經就陷入這個助理的爭議 那您日前也有出來跟他說話 那您後來有跟他聯絡嗎 那有說一些什麼 我們因為都在選舉大家都很忙 我們都會比死加油打氣 我覺得大家就是 選舉的確會有這些所謂的髒水 那公理自在人心 有證據就拿出來 有違法就提告 不用這樣每天用潑髒水的每一個提告 而且對於高宏安委員他個人的 不管是他從小到大 還有現在用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 幾乎人格毀滅式的摧毀 我覺得一個國家機器 需要用到這種程度 洪布蔡總統八天內五部幫陳時中來站台 而且他們是積極來搶攻深藍的選區 那會不會覺得擔心自己在深藍選區的這個票員 被分開就是 有沒有辦法拿到 你覺得陳時中拿得到深藍的票員嗎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邏輯是什麼 就 只想說啊 那個他覺得科本的票很難百分之百轉 您必怎麼來覺得說能夠爭取到科本支持 還是說您自己也有所謂的三分 我想我們的選舉是要爭取全部的人的支持 不會只有科本或山本 還要爭取更多的中間選民 大部分的選民都是沒有顏色的 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選舉就選一個最適任的台北市長 而不是每天再把人民先分成各種不同的區塊 你不能拿出你最適任的證明 每天把人民分成不同顏色的選票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在選舉的是選這個市長 不是先把選票分個顏色 然後再決定你要做什麼事 你將來當市長也要分顏色嗎 OK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